蓝白草案正式进入审查阶段 民进党急得直跳脚 民进党团通知党籍民代 因应新情是 未来每天都发布动员令 并且要落实点名 不在场就要罚款 直到临时提案处理完毕 或党团解除动员令为止 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 柯建民更将蓝白阵营 称为邪恶力量 妇女总召 她的个性比较厚 很厚吧 她都不敢讲话 她自己好像底下不敢讲话 就是急剧毁灭嘛 我们必须时刻刻 盯着每一天每一场的委员会和宴会 都是有加动 只是现在我们强化 加上会全会 都要来签导 对抗南白合起来 需要的力量 我想柯建民总召这样的发言 可能也是她自己就承认了 过去八年 民主兼顾党过得太安逸 混得有多凶 那我希望 民进党如果现在 我们要认真开始上班 时间应该是花在 站在人民的立场 认真的建议行政官员 而不是成为 护航贪腹的洗地 我想柯总召在这个会期的遭遇 的遭遇症 这个不断的焦虑 我们可以谅解可以体会 我们对柯总召无限的惋惜 因为毕竟过去八年 柯总召话罪也叮咚 自首遮天 傅昆奇指出 民进党对民众需求 视若无睹 对蔡英文竞选政见 失信悔诺 难怪支持率崩跌至基本盘而已 民进党与民意完全脱节 终究会走入历史灰烬 傅昆奇呼吁柯建民回头示案 以民为先 以苍生为念 多想想能为台湾民众做些什么 不要再浪费时间 再无谓的口舌之争 感谢观看